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34岁赵丽颖再次挑起女主戏 多为实力派加盟 剧迷又有盼头了 如何创造出一部大家喜欢的作品 熬夜也要追 这个问题太难了 看到了知名导演 邀请了实力派演员 阵容相当豪华 这么一个团队够显眼吧 但是也不可能创造出百分之百 受到观众喜欢的 总有一部分人挑提这 挑提那 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说赵丽颖 已有34岁 是圈子里相当成功的艺人 再次挑起女主戏 多为实力派演员加盟 剧迷说出了一个口号 又有盼头了 带来了作品是野蛮生长 无论多么优秀的演员 在打拼的过程中 遇到过许多磕磕碰碰 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因为她的执着和坚持 一步步克服眼前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最终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要说赵丽颖 被称之为具有代表性的演员 打拼经历相当励志 说起她总会引起许多话题 非常敬业的艺人 出演每一部作品 追求精益求精 容不得有任何闪失 在拍戏之前 做足功课 仔细悟透剧本中的人物 任何成功都是非常困难的 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获取的 虽然站在聚光灯底下非常耀眼 当你们关注他们背后付出的汗水 听着也会让人眼睛湿润 赵丽颖非常拼命 在圈子里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称号 称她为拼命三郎 许多网友得知野蛮生长 制作团队爆料出女主角就是她 也是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 谁都希望她参与更多作品 带来更多精彩表演 做等作品开播 策划出一部作品 需要认真克服各式各样的问题 再小的细节也需要注意到位 自从得知赵丽颖 带来一部大制作 许多小伙伴通过各种途径 了解到剧情的大概情况 认为相当励志 也是一部大女主戏 主要讲述了她扮演的角色 克服眼前面临的许多问题 如何在钢铁行业中 披荆斩棘 在前进的道路上 虽然遇到许多漩涡 她没有退缩 勇往直前 终于在这个行业中 拥有可喜成绩 一部错综复杂的剧情 首先想到如何挑选出几位对手 这样才会让剧情越来越精彩 让观众深陷在剧情中难以自拔 通过野蛮生长的组剧 爆料出多位实力相当不错的演员 其中之一就是欧豪 别小瞧这位90后演员 在她身上有着非常大的潜力 帅气的外表就能够带来许多话题 她的领悟能力相当厉害 无论什么样的角色 都能够被她游刃有余 瞬间进入到角色 抓住观众的眼球 一般来说 选对了男女主角 作品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毕竟 更多观众关注的 往往就是这些重要角色 凭借欧豪在圈子里获得的一系列成绩 被大家视为偶像派 也是演技派 施展出来的演技非常自由 稳重 形影如水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不经意之间能够带来一系列话题 和更多的热度 其实 她的唱功也是相当到位 关注过她参与的一些作品 就会领略到 她的厉害之处 无论是演员还是制作团队 包括导演 需要克服一系列问题 才会让作品更加精彩 获得更多人的注意 带来一部作品 有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宣传造势 也是核心环节 让更多人了解到作品有哪些演员参与 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最终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 自从了解到34岁赵丽颖 再次挑起一部大女主戏 看到多位实力派演员加盟 观众期盼着作品尽快开播 我有这种资料 葡萄 我下集过作品尽快开播 我下集中了 也看到的 也看到有个小牛油 有很多小牛油 我下集到